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个家庭操作方法 加面粉 加点醋 主要是取它的面影 非常的异味 就来源于那个面影进行刷子 但是不能完全取掉 完全取掉之后非常吃气 它就变得来说感觉了 把面影取出了之后 摸到手上的时候它就有点紧实感 它就不得那么划了 用清水 洗净 必须要把它翻过来 扯取多油的油脂 因为肥肠它起来只有一层皮 你如果油的油太多了 那一吃满嘴都是油 太油温级了嘛 把它扯干净之后 然后就飞水 在这个中夹点料酒 姜葱 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第一是定型 第二 菜好切 第三 还能去除它的异味 肥肠它起来之后 这样再改成小刀 有大纸模那么大就差不多了 改成刀之后 边炒的时候就很重要了 锅头下那个青油 下锅边炒 油温要六层左右 因为肥肠的水分比较壮 因为油温低了 差不多相应的效果 煸炒来起泡之后 下花椒 甘辣椒 椒油温上它是非常出料的 它主要就是有些大蒜 然后有第二间 它就是一家畅 融合 家畅味它肯定都是家豆瓣 豆瓣又能起鲜 又能去腥 又能去腥 还能上得起色 然后上点杯酒 再进行煸炒 油色成中和色之后 就可以掺高汤了 汤不腻掺多 能把肥肠腌的就可以 掺了高汤之后 就调味 胡椒 油香粉 肥筋 那时候就慢慢烧至 烧开了之后 就改成小火 就是这位 这个姜油肥肠 跟外加肥肠的区别 就是因为它要吃起来的时候 要有嚼劲 时间就不能烧久了 40分钟左右 差不多 肥肠在这40分钟烧的过程中 它就充分地热味 而且它的水分还要熟悉 为了让它的味道更浓口 味觉上它是味辣 味麻 热口的时候 非常感觉 有点滑滑的感觉 然后一嚼 非常有滴点脆的感觉 不管是吃饭也好 下酒也好 都还是加品 但是 您可以热口 确认一下